为了照顾新北市内的低收入户以及独居咬人等弱势族群 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在各区公所都成立了食物银行 为的就是要集合各界的爱心 不管是慈善团体、公庙、还是民间企业等所捐献的物资 都会纳进各区公所的食物银行给急需食用的民众一个援助的功能 而今天淡水清水盐祖师庙捐了将近600箱的物资 以及600箱的白米要给带雪区公所的食物银行 我们的庙房非常健康 也准备我们所有的先行第一顶 大家拥有来参拜我们请去做事 我们请去做事实力宴会 淡水清水盐祖师庙是淡水在地最主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里头供奉着蓬莱老祖 而庙方表示祖师庙香火鼎盛为了响应市府食物银行的政策 把日前庙方所办理普渡法会的物资捐给食物银行 对此局公所也非常乐见 那清水盐我们在李主委的领导之下 然后在淡水公寓做蛮多的 那他也鼓励这些信仲 在普渡之后的这些物资来送给我们食物银行 我们公所会把它转发给更需要的民众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食物银行最主要是收的不只是吃的东西食物 包括衣物甚至我们有民众的捐赠 我们都会妥善的运用来给更需要的民众 去公所表示食物银行内有许多各界社会所捐献的爱心 而目前最主要都是来自庙宇的捐助 而对于主寺庙的三举公所也表示感谢 也希望各界能够多多借由公部门的平台 来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记得是段一代水分报道